YouTube 那今天我们主要是呢 要把这个建那个油管频道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和事情做好 然后呢我们下谈课呢 才能讲怎样建这个油管频道 那其实我们今天讲的也就是怎样做好这个准备工作 好那我们呢看我们今天要做一些什么 那第一呢我们呢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谷歌的账户 有的朋友可能是第一次听课 那如果呢不知道怎么建这个谷歌的账户呢 可以回去看看我们的以前的上课的 专门有一堂课是讲了怎么建一个Gmail account谷歌的账户 那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要知道YouTube呢 这个油管视频的格式呢 它是MP4就是MP4这个格式 那我们知道这个视频呢有不同的格式 那这个YouTube呢他接受的格式呢主要是这个MP4 所以我们大家呢要知道这个正确的格式是什么 那下面其实我们主要要讲的呢就是我们要怎样呢 录制一个YouTube的这样的MP4的这个格式的视频 我们用的工具呢是这个Zoom Zoom我们也专门讲了这个Zoom的课 如果有的朋友呢漏掉了这一课呢 也是可以回去这个Happy50家的这个YouTube的这个频道呢 去找到相应的这个课程 那大家呢可以在那里学习 我们今天呢主要的是讲怎么用这个Zoom呢录这个小视频 那这个小视频呢录的时候呢 它会问我们你是把这个录的文件呢存在云端 还是说存在电脑里 那我们呢因为呢是要以后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视频呢 就是上传到这个油管频道里 所以我们呢要是存在电脑里呢这样就会很方便 那我们今天呢要告诉大家 这个Zoom呢它凭啥一按录在电脑里 它就自动的放在什么地方了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不知道录的这个小视频在什么地方 那说我们下面要用的时候 即使我们的油管频道已经建好了 那我们要把视频上传上去 那我们找不到这个文件呢怎么办呢 所以说呢这个呢是大家一定今天呢要把它弄清楚 这个呢视频文件存在什么地方 好我这里呢截了一个屏 就是我们打开这个Zoom的时候呢 有一个呢项目呢就是Recording 这个Recorder呢它问我们呢是Record on this computer 也就是说我们把录好的这个视频呢是存在计算机上呢 还是说Record to the cloud 这个cloud就是在云端那就是不是在我们这个计算机上面了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着重要讲的是按这个Record on this computer 就是要把这个小视频呢录在我们的计算机上面 这个画面呢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 把这个Zoom打开呢 这里就是要不是在底下 要么是在上面大家都可以找到这个Recording的这一栏 这一栏当中呢我们要选Recording on this computer 我待会做演示的时候呢也是选的这个 好那我们说的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地方呢 就是如果我选择了要把这个视频存在我的电脑上面 那到底这个存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大家看着这个很明确的是这里啊 就是在我们的计算机上 如果我们选的呢是存在电脑上呢 它这个Zoom呢本身呢有一个就是自动设置的一个叫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它会放到什么地方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计算机上面有一个叫Documents的这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你按一下呢 你看这里是按一下Documents 然后按一下呢以后呢 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叫Zoom的这样一个这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你按一下呢 那里面呢它就会录很多 如果我们每录一次呢 它就会按时间的这个顺序呢 它会排上这就是我们录的这个是小视频的呢 它还有一个自动生成的一个文件夹 那再把这个文件夹按一下呢 里面呢你就会看见有三个文件在这个地方 这三个文件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主要讲前面一个M4A 还有一个呢是MP4这两个文件上面呢 就是没有图像的就只是有音频的这种录音 那下面呢MP4呢是带声音和图像的 那就是我们说的小视频 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是在什么地方 如果我们选好了存在计算机上面 这就是它的地址 大家一定要记住是在Document这个文件夹里面 还有一个文件夹呢叫Zoom Zoom按了以后呢 里面就有各种不同的时间 录制的小视频 那我们要记住我们是什么时间 就是录制的这个 当然你如果录了好几个 你也记不清楚哪个是哪个了 就是每录一次呢 你就把这个文件夹打开 然后呢就把这个MP4的这个文件呢 把它打开了以后呢 你来看一遍 是不是这个我们想要的 如果录好了是呢 你就可以在这里呢 把它的名字呢 重新给它取一下名字 怎么样 就是重新取名字 在我们在以前的课里也讲过的 就是在文件的管理那课里面讲的 那我们把这个名字取好了以后呢 如果是不需要的 录了不好的 我们就按一下呢 就把它delete掉了 是好的呢 我们就把它存在这里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课的主要的内容 下面呢 我们会讲一下这个作业 作业讲 布置这个作业的时候呢 我们当然要先做一下演示 我们把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呢 就是实地的操作一下 我们最后生下来的作业是什么呢 也就是我们今天学的 要学会建一个谷歌的账户 第二个呢 是要学会订阅 Happy50家的这个油管的频道 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计算机的课程 都是把它上传到Happy50家 YouTube频道了 所以大家要学习怎么样订阅 如果不会订阅呢 再回去看看我们以前讲过的 怎样订阅油管频道的那个课程 好 我们主要的今天讲的也就是用Zoom 要录一个YouTube的视频 那大家呢 要把今天讲的内容呢 复习一下 然后选择的是存在电脑里 然后把它存成了这个格式呢 是MP4的这种文件 然后呢 发到我的邮件信箱里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做演示 大家已经学会了 就是Zoom要怎么开启 开启以后呢 我们以前也专门讲了一个 开启了呢 它有很多这种就是功能键 这个功能键呢 要不就是在这个屏幕的最下面 要不呢 就是在屏幕的最上端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是要按照我们刚才说的 要把我们的这个视频呢 要把它录在我们的计算机上面 这个呢 就是要选这个选项 选好了以后呢 那我们要share我们的screen 好 现在呢 share我们的screen以后呢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那我们现在说 我们现在正在录像 这个录像呢 我说的每句话 也包括这个屏幕上的 这些呢 应该呢 是在我刚才的 就是说要它录的那个地方呢 把它录进去 那我们现在呢 再把我们的这个 我们想要做的这个地方呢 再来复习一下 那我现在打开了 我这个就是上课的 这个slice 就是换灯片 那我们主要的事情呢 是要记住 我们按了这个 要把它存在我们的计算机上面 那这个计算机呢 最后它要存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再三强调了 这个zoom 它本身呢 有一个自动设好的一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呢 它是设在这个计算机本身呢 它有一个叫Documents的这个文档的文件夹 那同时呢 这个里面呢 我们按一下呢 它有很多很多的 就叫subfolder 也就是在这个Documents folder下面呢 还有很多别的文件夹 其中有一个呢 就叫zoom 那这个zoom呢 我们呢 你看那里面呢 就会有很多很多 我们刚刚录的那些 那大家跟着我去 回去看看 我们呢 在这个计算机的 这个 打开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有一个Documents 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文件夹 那文件夹里面 我们说里面有很多别的文件夹 其中有一个呢 叫zoom 那zoom我们一打开了以后呢 你看我们今天已经录了 5月5号 已经录了很多视频了 是不是 那这个视频每个里面呢 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我们打开看看 你看有的呢 它有多以上个 那多以上个呢 我们可能呢 就是有的没有录完 我们把它中断了 那我们看看 我们刚才有一个录好的 它应该只有三个的 你看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完成的 这个只有三个 那我们把多余的呢 就要怎么样呢 那太多了 我们都搞不清楚 哪个是哪个 那我们就要把其他的 给它拴掉 比方说这个我是不要的 这个也是不要的 这个不要的 不要的 不要的 我们都可以把它拴掉 这个呢 再用我们的这个键盘 把它Delete掉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 在前面录好的 有一个 那还有一个呢 是我们现在正在录的 这个 这个呢 它还没有完成 当我们完成了以后呢 我们应该到这里面去看 看它是不是在那里面了 好 那现在呢 我们说我们的演示 已经在录 我们就是觉得已经录完了 录完了 我们要怎么样呢 我们要退出这个Zoom 那退出了以后呢 系统呢 它就自己要做自我的 系统的去运作 运作好了以后呢 我们再打开看呢 它里面呢 就是像这样的 应该有三个文件 那文件完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打开 就是看一下 到底它是不是我们 想录的 那个内容 如果不是呢 我们就得重新再录一遍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呢 就回去再看看 我们的Homework 我们的Homework呢 就是要把今天 学的这些东西 复习一下 建一个Google的账号 你要知道 这个呢 怎么订阅 这个YouTube的频道 希望大家都能踊跃 订阅Happy50家的 YouTube频道 还有呢 就是我们Zoom呢 这个录小视频 要怎么录呢 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要选择 把它存在电脑里面 这样存成 一个什么样的格式呢 MP4的文件的格式 然后存好了以后呢 把它发到我的 邮件信箱里面 好 这就是今天 我们要上的课 的演示 那现在呢 我就要退出了 那退出呢 我就是要把它关闭 And 这样一按了以后呢 那大家肯定 看不着我的屏幕了 那这个系统呢 他就自己 要去做他的工作了 完了以后呢 那他问我是不是 大家所有的人 都要退出呢 是 我们因为完了这堂课了 那大家要退出 那我在这里呢 只是演示 告诉大家 最后路完了以后 要做什么 那我们这样按一下 以后呢 大家可能都退出来了 也看不着我了 那所以呢 大家要知道 这个就是 从刚开始 到最后 要做什么 那我看不着我了 我看不着我了 感谢观看